Lun Sang 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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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所以今天我的 跑 跑宝宝鬼又来了 耶~~ 今天又是一个淘宝开箱 我希望你们不会看淘宝开箱 看得太腻啦 所以这次我的淘宝包裹是 大概 10公斤重 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开箱 所以我买了第一间家 又是黑色草莓家 所以这间家是我已经 讲他们很多次了 他们真的应该要给我业配了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衣服 我觉得他们家的款式真的 你一去看他们淘宝的店铺 你就会觉得 哇怎么有出这样多 这样美的衣服 然后就会买很多衣服 就够一样变破产 但是他们家的衣服 我就不是很喜欢他们的质量 因为有时候就hit or miss line 有时候他们质量很好 有时候质量很差 所以现在要给你们看 我这次买的衣服 所以第一件我买的衣服 是这个 这是一个黄色的一个衬衫 对 然后它这里有一些小花花 又是小碎花 但是我很不喜欢它的碎花 因为这是一种很老土的碎花 颜色不会很美 这个黄色是有一点偏向有点暗沉的黄色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他们这个的黄色啦 因为我以为是那种比较淡黄色 就是有一点老土的黄色 但是我觉得它上升效果是蛮好的 它很显瘦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 Scrunch的一个设计 很喜欢 因为它这种不会露你的 来啦 然后 因为我不喜欢 露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刚刚好 就不会看到 这样多skins 但是 又特别的美 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鲜 所以我真的是蛮推荐的 你可以配那种格子裙啊 或者摺摺裙 或者如果你要比较休闲一点 比较日常一点 你就配牛仔裤 它这里还有这个木耳边 我是很喜欢的 上升效果啊 它的版型都是很美的 所以 如果你们要买的话 就去买 而且我记得这个还蛮便宜的 所以 你们可以去购买这件衣 然后黑色草弥夹的第二件衣 是我现在穿着的 你们是不是觉得非常美 是不是 对 这是我买的 在他们家买的第二件衣 这是一个这样子的设计 这里有一个蕾丝的detail and then 这里有一个黑色的蝶结 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它这种小细节 就让它整件衣很美 然后它颜色是这种很美 很美 很显白 真的很显白的maroon color 你看 是不是很显白 然后 它这个衣领的设计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因为这是一个正方形 对 没有 长方形的设计 所以是来 很像直角尖那样 然后它这里也是有这个蕾丝的设计 可以在它的衣领这里 然后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它这个公主的泡泡秀的设计 因为它这个泡泡秀就真的很宫廷式 然后我现在还有配这个红色的蝴蝶结 也是淘宝买的 所以整件是来非常 如果你想去拍照的话 对 好像野餐啊 还是 只要拍一些硬色的照片的话 就特别特别的适合 因为整体都非常非常的硬 而且真的很显白 我这种这样黑的人都可以给它这样显白 它这个其实是裙子来的 就是连身裙 它不是上衣衣 虽然看不到 但是我会再试穿那边给你们看 然后它这个非常显身材 虽然我没有什么身材 但是也是有那种S的感觉 这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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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你们买 真的我那时候穿上去哦 我整个满意到我可以吐血啊 而且这件应该只有10多块真的超级 超级便宜的for 一个裙子 所以非常100%大力去推荐 买它 所以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这个 它其实是一个set的算 就是 其实你不用跟着它的一个set这样传来 但是在模特上面还是show你一个set 它这个set的这个衣服是这样子的 它是白色 也是像我上次上次上次很久了淘宝开箱有开过的 是Jenny Inspired的上衣有这些木耳边的 它的材质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它完全一个线头都没有应该啦 还有它的面料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但是我觉得给马来西亚就有点过度厚了啦 你们看一下 它是这种也算是真的蛮厚的材料 如果你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穿的话 就有一点不适合 因为有点太热啦 但是哦 我不喜欢它这件上衣的一个点 它过度短还不用紧 其实不会很短啦 就是在你的内衣的下面一点点 如果你穿高腰裤的话都是ok 但是哦 不懂是不是在我身材 可能我太小 太瘦了 还是它就是有点松 就真的是蛮松的 而且我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瘦的人 它在我身材上就有一点非常非常的松了 如果你举手的话 然后你的bra就可能就这样子就 就slip out了 如果没有这个缺点的话 就是basically完美了 我觉得应该是胸大 可能我想太小 如果你胸大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完全刚刚好 胸大的就应该很适合这件衣 但是我是一滴滴的community 所以我就不会很适合 但是其实还是很美的 然后它这个是套装嘛 所以它套装是有配这件蓝色的格子裙 收到这个格子裙的时候哦 我本来第一眼看还以为是like那种上衣 因为它的材质是非常奇怪的 你叫auntie穿的那种衣服 所以第一眼看是非常不行的 但是我就一上身了之后 整个就非常美了 真的我整个是吓到了 因为它这样子看很像很unty的衣服 但是你一穿上去 哇!漂亮! 它的material是很像我们中学生pinafore 差不多一样那种pinafore的material 就是很廉价的material but then它价格是很便宜的 and then它里面有内衬 就是有裤子 你可以不用怕走光 然后它整个structure是蛮奇怪的 它这里有一个rubber band and它这里有一个拉链 然后它的颜色不是特别的好看 因为它颜色是偏向比较蓝紫色的 我本来以为这个颜色是like那种 是单单蓝色的那种 但是这个是有点蓝紫色 但是哦!你买这件裙子 那你真的一上身了就完美了 第一是很显瘦 大腿那边的肉就是puff不见了 然后第二它整体就不会看起来很廉价了 如果你一上身的话 就是看起来那种比较贵的material 我觉得这件还是很推荐的 所以这个套装穿起来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它其实是讲真的真的很美的一个套装 就有看到很多instagramodel啊 都有穿这样子的衣服 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上衣 不是很适合我的身材 一件! 然后对那就是黑色草莓加买的衣服 我还有在一间店是叫什么 忘记叫什么啊我会在这里放 然后我就买了这件 这件看起来有点土耳 还是这种 你前面要绑一个那个袋的那种 然后这个也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 就是欧美风 刚才讲它的材质好了 这个材质是有一点不行啦 but like for淘宝的话就还行啦 就是勉强可以接受 你一看就知道它的材质是不好的那种 然后线头还好吧 but then它的袖子是蛮ok的 因为它的长度不会很短 我买过几件哦真的 袖子超级短的 然后这个是蛮刚刚好的那种 它这件的颜色是特别特别不好看 我本来以为它这件是比较babyblue的颜色 但是它整个是like很striking的那种蓝色 尤其是在镜头上就给我这种比较黄皮的女生 就有一点点显黑 它这里直接这样子缝上去了 所以它的做工是不好的 真的很不好 这个riburn也是一看就知道是很凌价的 这件如果你是比较黑呢就不推荐 但是如果你白一点的话就还好啦 但是它质量我觉得你还是去买一个20多块的衣服就比较好 现在要讲是我买的scancheese 第一个是这个青色 紫色 紫粉色 米白色 褐色 格子 紫色 黄色 香芋色 这个特别特别美 黄橙色 又是一个青色 黑色格子 紫黄色 青白色 蓝色 这个也是特别特别美的 米白色 青色 褐色 蓝黄色 非常非常鲜艳的黄色 淡黄色 一个紫色的 又是一个橙色 粉色小碎花 这个特别美耶 就是一样的紫黄色 白蓝色 然后这些 还有这些 是我总共买的scrunchy 我真的非常推荐你们买淘宝的scrunchy 它们的材料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就是特别特别适合啊 如果你要这样子戴啊 或者你要绑头发 也是非常适合 所以今天的淘宝开箱又结束了 还有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看的影片的话 就在comment那边跟我讲 因为我有点不懂要拍什么 希望你们喜欢这一次的影片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 分享 按赞 然后follow我的IG 下次见 拜拜 by bwd6